大家好,今天的视频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在Windows电脑端,如何来实现桌面的远程访问 因为我们上一期视频呢,实现了Mac电脑之间的桌面的远程访问 那么本期呢,我们看看Windows如何来实现的 我今天实验的两台电脑呢,还是我的两台苹果电脑 我在这两台苹果电脑上呢,分别都安装了Win10的操作系统 我们今天呢,就在这两台电脑上来做一下远程访问的测试 我们今天测试这个远程桌面访问呢,是用Win10系统 它自带的远程桌面访问的这个功能来实现的 我首先呢,先点开始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小齿轮设置 在设置里边我们选择系统 在系统里边最底下,我们选择远程桌面 现在呢,我们要启用这个远程桌面 现在呢,这个我已经打开了 但要是没打开的话,把它点开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还是回到设置 然后呢,在这里边呢,我们选择网络 在网络里边,因为我是通过这个WiFi来连接的 所以说呢,我们在WiFi里边选择这个属性 在属性里边,它有一个网络配置文件 我们选择这个专用 好,这样的话呢,我这台电脑的远程访问的这个设置 就已经给设置好了 然后呢,我的电脑名字呢,是叫Tom 我一会儿呢,用我的MacBook Pro的那台笔记本电脑 通过它的那个Win 10系统 来远程登录 我这台iMac上的这个Windows 好,现在呢,我来到了我的MacBook Pro的这台笔记本上 我在我这台笔记本安装的Windows系统上 来远程访问一下刚才的那台iMac电脑的Windows系统 好,然后呢,我在底下这个输入栏里边 我输入一个远程桌面连接 它这个应用就出来了 然后我点击它 然后现在呢,它让我输入远程计算机的名称 因为刚才我给它命名了,是Tom 我这台电脑呢,是叫Jack 我现在连接Tom,然后选择连接 好,这个时候它让我输入对端计算机的用户名和密码 我输入一下 好,现在用户名和密码我都输入完了 我点击确定 好的,现在呢,我已经连接到了对端的这台电脑上 大家可以看到对端电脑的名字叫Tom 我已经连接过来了 现在我给它放全屏 我可以在对端电脑上进行一下操作 把对端电脑的这个窗口给关掉 好,现在呢,我就已经能够访问到对端电脑了 Windows系统自带的桌面远程连接 这个功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现在呢,我这两台电脑呢 都是在我家里的局域网内 他们这样互相访问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同样,如果说要是在互联网上 我们在不同的国家 或者说是在不同的地区的电脑 要想互相访问也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位置 输入对端电脑的公网IP地址 就可以来实现访问了 最为关键的是 你得有一个公网的IP地址 才能够实现这种连接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